二十多顆洛宇松直接種在河道上 秋冬來臨時又是一番美景 但現在被踢爆 這些洛宇松全都是違法種植 我們已經反映它很多次 就是說這個在河道裡面有夠造物 或者是種洛宇松是不應該的行為 不只洛宇松横擋在野稀中的藍沙壩 也未經過申請許可 雖然業者稱藍沙壩具有消防滅火功能 但李明並不買單 雙方各執一詞 事發在南投埔里 業者正在進行旅館油氣設施開發案 但未經過許可就設置種植的 藍沙壩和洛宇松 讓附近里民們擔心 萬一雨季來臨 也稀可不堪負荷 造成附近洪災危險 它這個部分照程序來講 都是要向我們縣政府來申請施作的 並沒有查到說他曾經有申請 是否真的也會影響下游的水油 會請那個祭司來會同來勘察 山坡地若過度開發 自然危險不可小覷 業者肆意建設 可能已經違反水土保持法 更引爆民怨 記得曾偉強 盧俊傑 陳正茅南投報導